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光演世界 期评电话 我们关心过去周夜 关注未来一年 欢迎收看时评大财经 观众朋友 美国使劲在南中国海星风作浪 打的是什么算盘打得响吗 如何比較中美兩國版本的 南海戰略 美國在南海的處境 是否已為時已晚 而中美太平洋棋局 從1949下到2049三個階段 終局會如何 從南海到台海到太平洋 中美這盤大棋會如何下 中國說太平洋足夠大 究竟是什麼意思 視頻大載金 關注天下大載金時間 十貫十貫 歡迎回到視頻大載金 我們首先鎖定南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指出 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申索 是完全不合法 美國將支持東南亞幾個 南海權力受到中國影響的國家 並且強調將會在多邊 和法律平台上有具體作為 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 在南海領土的爭議問題上 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而上個星期五 也就是17號 美國海軍的Nimitz 尼米茲號 以及Reagan 里根號 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在南海展開雙航母演習 這是美軍在這個月 在南海的第二次 時間 在南海的問題上 美國不斷出招 如何解讀 美國的招勢越來越多了 但是總刮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大概不分了 不外就三大類 第一是法律戰 第二是外交戰 第三是軍事戰 那麼所有的這三個戰 基本上就針對的是挑戰 中國在這個地方所申請的 所要求的 所宣示的一個主權 那麼法律戰擺在第一步 是有它必要的 因為首先你必須要否定 中國這個主權是非法的 你才能夠接下去 採取其他的一些動作 實際上在印象當中 這似乎是美國的第一次這麼做 因為過去在南海問題上 美國一直在表態自己是 保持中立 不偏幫任何一方 你講的一點沒錯 長期以來我們都注意到 美國很謹慎在這個地方 都說好 這是你們兩邊的事情 我基本上保持中立 但現在出現了形勢的轉變 好 那究竟什麼原因 已經讓美國要改變立場 大形勢變化了 我們經常講 就在我們這節目裡面 全球一盤其中美大博弈 這個全球一盤其中美大博弈 大約在2010年 進入到一個關鍵時刻 因為那一年中國的GDP 超過日本變成全球第二 美國第一 這就雙雙掉入了休息裡的陷阱 然後我們注意到 這個從2010年到現在為止 這十年裡面 這個第二跟第一的距離 是越來越近 那麼這個當然對於美國 中國作為一個老大在這方面的壓力 是越來越大 所以他越來越感到一個焦慮感 所以他的動作是越來越多 也就是說 美國對於中國的焦慮 是一天勝於一天 最終終於要下定決心 非要請全力來對付中國 不但是全力 而且是全方位 我講全方位就是全面的意思 這裡面包括了 經濟 投資 貿易 金融 來自於產業 技術 外交 軍事 甚至於在地緣戰略上 從陸地到海洋 從太空到極地 基本上全方位 都是對中國進行各種壓制跟挑戰 從奧巴馬執政的八年 一直到今天特朗普執政的這四年 美國對於中國的出手 是越來越廣 而且越來越重 了解了這大形勢以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 剛才你最早提到的這個問題 談到南中海了 因為我剛剛講 美國對中國所採取的全方位 這種封壓和壓制的形勢 那麼當然 首先重點是放在地緣戰略上 那麼地緣戰略上 首先是放在哪裡 太平洋 因為太平洋就在中國跟美國中間 那麼太平洋現在重點放在哪裡 在西太平洋 那西太平洋又有兩個焦點 一個是台海 一個是南中海 所以這就談到南中海了 剛剛在南海的這個問題方面指的是 美國以往在這個問題上是一直保持中立 在最近突如其變改變的立場 因為美國剛才講 現在已經把全部力量用來對付中國了 但是有一點出乎他意料之外 沒想到中國的實力 崛起的速度是那麼快 以至於快到不久前 在這個地方 中國還沒有一些實力 展現的一些南中海地區 中國現在也把中國的實力 已經延伸到這個地區了 這讓美國感到非常驚訝跟震撼 意味著這個中國的崛起的勢頭太猛了 延伸到南海之後 美國終於是感受到 來自中國的壓力 甚至是威脅 對 要不然的話 他就不會改變他做事的態度 原本是做事嘛 所以他現在不能做事了 所以就開始積極地 做出強烈的回應 這些對美國所謂的壓力或威脅 時間能不能更具體地說明一下 行 在說明這個之前 我想先把這個中美在這個地區 博弈也好 鬥爭也好 這面形式的中間的一個基本的邏輯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中國跟美國在這邊博弈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那就是尖銳的矛盾跟衝突 用學術的話來講叫做 零和賽舉 零和博弈 簡單地說就是利益上 我的利益跟你的利益 在這邊是嚴重的矛盾跟衝突的 而如何這個零和這樣一個博弈 還有相互糾結 相互抵觸 應該如何去理解呢 講得白一點就說 我如果在這地方得到利益 就一定是你受到損害了 你在這地方得到利益 一定是我受到損害了 這就叫零和的概念 也可以說是很難要雙贏 時間能不能夠說得更具體一點 那麼現在我們就談到 那麼在最近多少年 剛才我不講了 美國突然發現了中國在這個地方 出現了展現出它前所未有的 事前難以想像到的一些實力了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 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基益 大概分成四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就是強大的海軍 培養一個強大的海軍 因為這個地方的海域非常遼闊 你沒有一個遠洋海軍 是你沒辦法能夠管得住這個地方的 那麼第二步就設立行政區 叫三沙市 這個三沙市就有一個行政管轄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以前講了很多次的 催天造島 尤其在南沙也包括西沙 催天出很多重要的一些 這個軍事方面的一些 或者是民間的救援的一個基地等等 那麼最後一步 就最近我們才看到的北斗導航 那麼這個對於這個南中國海的 有效的管轄跟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步驟 設立遠洋海軍 設立三沙市 北斗導航 還有催天造島等等 您認為是這十年來 還是中國在南海地區的這樣一個成績 一點沒錯 十年之前 你說這個地方是九段虛線 完全同意 它是虛的 在十年之後 你說九段虛線也可以 你說九段實線也可以 因為它現在基本上變成實線了 所以這相當於 中國的整個南海的版圖 都出現了一個歷史性的變化 所以請問 第一 中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第二個 中國是憑什麼靠什麼做到 我們先把第一個先割一割 中國為什麼要這麼做先割一割 我們先談談憑什麼 或者是這個等等 怎麼做到的 憑什麼呢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我剛剛講的那幾條 不管是催天造島也好 強大的海軍也好 北斗導航也好 這些所投注的新鮮 都是一些世紀工程 所以你必須要聯想 憑什麼做啊等等 確實這每一項工程 都是一個大工程 別說三項 任何一項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 都是相當的吃力 首先 中國憑什麼 憑兩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中國的綜合實力 現在已經遠非昔日可比 中國的綜合實力 當然包括財政力量 產業力量 科技力量 軍事力量等等 通通已經跟過去強化了很多 第二個我覺得更重要 就是戰略的決斷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三大世紀工程 所費非常非常的昂貴 特別是在今天這麼一個 複雜的外部環境下 所以要做這麼一個戰略 其實很不簡單 但中國做了 所以這也讓很多的國家 特別是美國感到意外 如何解讀中國決策 當局會做出這些戰略決斷 我認為這裡面就要涉及到 接下來談的 中國在南海的大戰略了 說這個大一點都不誇張 因為你接下來可以看到 我這裡所要列出來的 中國南海大戰略 有八個戰略的定位 或者戰略的價值 每一個都非常重要 第一個我們首先講 一般人都想到這個地方資源 這個資源分成水上資源 水下資源 水底資源 還有航行資源 水上資源 觀光旅遊不必談 水下資源 漁業也不必談 水底就是各種礦場 油氣資源也不必談了 還有航行資源 那麼這個是大家都很關注的 所以這當然就變成一個 一個戰略上的 一個重要的目標跟價值 光是這第一條 卻也看出中美兩國 在這個利益上的糾結了 那第二個戰略目標是什麼 我記得以前我們不止一次談過 中國跟美國在太平洋 我創造出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和海之爭 簡單地說 就是美國經過了 差不多一個世紀左右 把整個太平洋 打造成了它的一個內海 那麼這個在上個世紀 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後 確實是如此的 沒有任何的國家 能夠在這個太平洋裡面 挑戰美國 但美國可以把力量延伸到 在太平洋中每一個角落 包括延伸到中國家門口的 黃海 東海 南海 那麼這個對中國來講 中國實力不夠的時候 只好忍氣吞聲 但中國現在崛起了 當然沒辦法繼續容忍 美國在這地方耀武揚威 所以中國在戰略上 作為第一步 首先要把美國的勢力 從這四個海裡面 驅逐到第一島鏈之外 換句話說 也就把這四個海 打造成中國的護城河 這是我講的概念 所以今天 西太平洋第一島鏈 其實也就是中國的護城河 跟美國內海的矛盾跟鬥爭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作為第一步的台海跟南海 當然就變成大家目光的一個焦點了 所以中美在南海的 這個博弈形勢就更清楚了 那第三個目標是什麼 第三個就涉及到軍事了 我們知道中國跟美國 俄羅斯都是核武大國 核武大國 通常特別中國強調 不會第一個動用核武 但中國必須要保證 就是我有核報復能力 使得你對方不敢輕易動核武 這個核報復能力 在一般所了解的 有陸機 海機跟空機 陸機就是陸上射的 空機就是轟炸機發射的 海機就是潛艇 那麼陸機跟空機 對中國來講 對各國來講 基本上安全性相對是比較少的 尤其是中國的空機 條件還不是太好 所以中國主要是靠海機 靠潛艇 那麼中國的潛艇 如果出東海 東海比較淺 比較容易被對方偵測到 但南海不一樣 南海很深 所以南海就變成 中國核潛艇基地 核報復力量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那麼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從南海又可以出太平洋 可以出印度洋 所以南中海對中國的 戰略意義來講 非比循返 所以南海果然乃兵家必爭之地 第四個戰略目標 第四個戰略目標 就跟南中海旁邊周邊的 東盟或者東南亞地區有關了 那麼現在中國跟東南亞地區的 東盟的關係呢 經貿關係現在已經上升到中國的 第一位了 就今天上半年 說明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了 那麼除了經貿關係之外 還有當然安全 軍事跟安全 所以中國必須要在這個地方保障 在中國在這個地方的主權安全 不容侵犯 同時要保障這個地方的 國際通道的通行的安全 當然也要保障這個地區 不要隨便受到意外的勢力的介入 而攪局 而把這個地方弄得亂七八糟 對 當然我也必須意識到 中國和東盟的合併發展 特別在這個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 也必須要更多的時間去磨合 好 第五個目標是什麼 第五個呢 就是跟大家所熟知的 麻利亞困境有關係的 我們都知道麻利亞困境 對中國來講 是個必須要打破的一個困境 因為中國是一個石油輸入大國 資源輸入大國 很多石油輸入都通過麻利亞進來的 那平常和平事情沒有問題 暫時的時候這個風險就太大了 那麼所以呢 中國現在就要分散石油油氣資源 跟資源的進口 從俄羅斯 從哈薩克斯坦 從巴基斯坦 但這個做法比較消極 那麼更積極的做法 就是對於麻利亞困境 美國所控制的這個麻利亞困境 給它一種軍事上的反制力量 那麼現在南中海 包括南中海 南海所填出來的島 本身上面就有機場 還有這個雷達 也就是把中國的軍事力量 往中國的南疆 延伸了1000公里左右 那這個就對麻利亞困境 就構成了一個反制的力量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麼再接下來 第七點呢 其實也跟這個有關係 也就是說 中國在剛才講的護城河 可能會面臨到美國的軍事壓力 所以國安來三個方面 一是來自日本 二是來自關島 三就是來自麻六甲了 所以如果強化這個 中國在南太平洋 南中國海的一個軍事力量的話 就可以在必要的時候 阻止美國的軍事力量 從麻六甲北上的 這股力量的一個 把它擋住的這個含義 這些都是地緣戰略 那接下來剛才談到第七 第八個戰略目標 應該和中國一帶一路有關吧 沒關 沒錯 首先我們談的亞太戰略 因為美國有所謂亞太戰略 它很重視 旅遊很簡單 太平洋跟印度洋 都是美國利益所在 那中間聯繫的一個渠道 就是南中國海 所以南中國海對美國 印太戰略非常重要 那同樣對中國也很重要嘛 中國也是兩岸國家嘛 太平洋跟印度洋 一方面是通過 路上絲頭之路給它連起來 二方面通過海上絲頭 給它連起來 所以南中國海 是中國的印太戰略 同樣重要一部分 最後一條就是 你剛才講的一帶一路了 中國一帶一路 海上一帶一路的 這個絲頭之路的出口 第一站就是南中國海 所以這個地方必須在安全上 有非常鞏固的保障不可 所以確實南海 這果然有極大的 重要的戰略價值和意義 那究竟美國會如何 面對這樣一個新的形勢 而中美兩國 在南海的大博弈之後 最終的終局又會如何 精彩節目我們稍後見 歡迎回到視頻大財經 面對中國以幾項世紀工程 在南海的佈局 美國該如何因應 時間之後回到 我們一早前提到這個話題了 那美國是終於出手 對的 長期以來美國旁觀 或者表示中立 現在終於按捺不住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我們前面剛才提到的 中國南海戰略的八大部分 其中明顯的很多都是跟美國 有利益衝突的 比方說中美之間的 河海矛盾之爭 絕對是百分之百的利益衝突 然後是核報復 也是衝突的 利益衝突的 再來就是馬六甲 然後就是中國跟美國的 共同的都有的亞太戰略 所以這些部分明顯的 雙方面都有明顯的 矛盾衝突 所以美國沒辦法再安賴得住了 所以中美雙方在這幾個戰略 領域的矛盾是相當的尖銳 因此美國再也無法中立 你終於出手 你如何看美國的因應戰略 目前看起來 美國的戰略基本上包括了 我們前面一開頭 所提到的三大部分 也就是法律戰 外交戰 還有軍事戰 但是必須注意到 它法律戰是打前鋒的 所以為什麼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前幾天突如其表的 就是特別強調 說中國在這個地方 絕大部分的主權主張都是非法的 他為什麼這麼做 必須要這麼做 因為首先要否定 你在這個地方的都是非法的 我才能夠有足夠的正當性來介入 他替他自己介入 找到一個正當的理由 這是法律戰作為第一步的 最主要的一個邏輯 廚師要有表 所以法律戰先行 那接下來就要打外交戰 美國接下來就發現到 他即使要介入的話 他沒著力點 因為他是一個域外國家 他不是屬於這個地方的 所以師出無名 所以這是第一條 他必須要找其他的幫手或代理人 那再一個呢 他也覺得他一個人 現在已經力量不夠了 他必須要打群架了 所以他必須要找一幫代理的國家 來跟他一起來對付中國 所以這就要進入到外交戰了 所以美國想要拉幫結派打群架 又是我們前部就講的合眾理論 美國在這個地方 又出現了合眾戰略了 那美國呢 首先第一步很明顯的 他要把東盟十個國家 拉到他那邊 所以說他表態 我站在你們這邊 OK 所以你們跟我站了一道的 所以他又注意到 東盟裡面確實有些國家 跟中國在這個地方 出現一些利益的磨合的問題 所以他就巧妙地利用這個中間 鞋子就切進去了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東盟 用這十個國家拉到他那邊 一起來對付中國 那麼這有個好處 一方面呢 就是增加他本身這個陣營的實力 二方面他可以找到代理人出面 三方面他可以賣更多的武器 給這個地區的一些東盟的國家 石正您如何比較 中美兩國各自版本的南海戰略 我換一個方式來問 就是美國想要用他的南海戰略 來破中國的南海戰略 您認為能否奏效 你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但我的答案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句話 為時已晚 就是美國現在想要辦法 我覺得時間已經不在他那邊了 如何理解你所謂的這四個字 為時已晚 就從這個南中海目前的戰略形勢 有三個方面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美國 還有一個東盟 這三角關係很清楚 美國現在是想把東盟拉到那邊去 而中國也一樣 中國也想把東盟拉到中國那邊去 所以10一下子加1就變成美國 一下加1又變成中國 所以東盟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微妙 跟複雜的形勢之中了 這所謂的兩大之間難為小 不過有時候也難 也說不定也難說 就像您經常提到 這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當年他就能夠帶像新加坡 這樣子如果有足夠政治能力的話 能量的話能夠左右逢源 所以這個東盟究竟應該如何面對 這就要再談另外一個三角邏輯 那麼這個三角邏輯是 東盟的戰略選擇了 那東盟究竟要選擇在中國那邊 還是在美國那邊呢 我覺得取決於三個方面的戰略考慮 第一 經濟 第二 軍事安全 第三是政治 第三 政治上面的一個選擇 是取決於前面 經濟跟軍事跟安全的判斷的結果 所以這個東南亞國家 過去在這方面 在經濟方面跟中國關係很好 在軍事方面 這方面又有美國的一個安全的保障 所以處在一個非常 就像你講的左右逢源的一個狀態 對 但政治上左右逢源 也必須要在中美兩國之間 不存在對立或爭執之時 但我們看到現在形勢 完全不是這樣 是的 現在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最近不斷地在特別地 呼籲中國跟美國 拜託你們兩個強國 不要老是在我們這個地盤上 互相搏移 不要老是逼得我們選邊 這個對我們來講實在是太為難了 這是東盟的希望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中美兩國 表面上是力爭東盟 但實際上是叫 東盟這幾十個國家要選邊站 那如果最終正要選的話 您認為東盟會怎麼選 那東盟的選擇呢 在過去長久以來 就剛剛講的 經濟方面跟中國的關係處得很好 在安全方面又受到美國的保障 所以它能夠左右逢源 這是到目前為止 東盟處得一個比較有力的一個狀態 對 但我們看到現在中美是走上對立 所以東盟究竟該怎麼選 那麼中盟現在當中國跟美國 都在拉攏中國 拉攏東盟的時候呢 東盟現在就要根據 剛才我講的那個三角戰略選擇 再做一個判斷了 經濟方面 貿易方面 剛才講 今年上半年 中國跟東盟之間的經貿關係 已經變成中國對外的 第一大的經貿對手了 所以關係是越來越密切 好 值得注意的是軍事方面 軍事方面呢 我們倒退十年 中國在這方面 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美國在這方面是一個絕對的實力 但是現在這個形勢在轉變 中國在這方面實力越來越高 越來越強 中國跟美國的實力越來越拉近 甚至有一點點已經勢均力敵了 而且如果再往未來的趨勢 做研判的話 完全不排除中國有可能 甚至會大過美國實力的可能 這個對東盟來講 就是一個選擇上 必須要參考的一個趨勢了 所以整個趨勢 對東盟在這地方選擇來講 是往這個方向再發展了 這就是您所謂的 美國在南海的處境 已經是為時已晚的意思 那如果局勢持續 這樣的發展下去的話 那南海的最終形勢會如何 視頻大財經 廣告之後見 歡迎回到視頻大財經 稍稍前 我們談到由於經濟 軍事 還有政治上的變化 美國在南海的處境 已經是為時已晚 那時先 南海的這一盤棋 終局究竟會如何收場 我想還是把我們現在討論問題 放在一個我們最早提出來的 一個戰略的大框架 那我戰略大框架分成三個位階 第一個位階就是中美大棋局 中美全球大棋局 這是最高 那麼接下來就是太平洋棋局 因為中美太平洋棋局 究竟會得到什麼結果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中美太平洋棋局的結果而定 那麼中美太平洋棋局 作為一個中間的位階 再接下來最底層的 就是我們現在今天聚焦的 所謂的南中國海中美棋局 中美南海棋局 好 它的邏輯還是一樣 這個中美全球大棋局 最近是什麼樣的結果 取決於中美太平洋棋局 最終什麼樣的結果 很大程度上 那中美太平洋棋局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 中國南中國海棋局 最終的結果是如何 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最底層看起 您如何看中美兩強的南海棋局 我剛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的概念 我剛講為時已晚 那麼這個概念呢 就是差不多以十年為準吧 今天如果是十年前 美國跟中國在南中海形勢 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時候是九段虛線呢 真的是虛的 說明那個時候 美國實力可以籠罩 全部的南中海 綽綽有餘 但中國的實力呢 除了地圖上 或者是口頭上宣稱的 九段虛線之外呢 其實沒有太多的實力 可以跟美國抗衡的 但這是十年之前的情況 十年之後的今天 完全不一樣了 具體的 我們前面都已經分析了 那麼對美國來講 那麼他也看到這樣一個形勢嘛 所以美國也發現到 他在這個地區 首先第一個是理不直 第二 氣不壯 就是我們講的 你這是越外的國家 你憑什麼到這兒來攪貨呢 過去你的拳頭大 別人還沒辦法不理你 那現在的話 講法律 你憑哪一道 你到這邊來攪貨 興風作浪的 理不直 氣不壯之外 還有一個力不足 他發現他的力量也不夠 在這個地方 有絕對的一個勝算了 所以這個時候 他必須要找東盟做他的幫手了 可是當他找東盟做幫手的時候 剛才我們前面有分析了 東盟在選擇中國跟美國的時候 最重要是兩個角度考慮 一個經濟 第二個就是軍事安全 經濟方面剛剛前面講過了 中國跟東盟的關係 是越來越密切 而且只會是更加密切下去 這個趨勢毫無懸念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軍事跟安全 過去美國在這地方是絕對的 中國在這地方一片空白的 但現在經過這些年的變化 中國跟美國基本上 已經可以接近分庭抗禮了 而且這個趨勢呢 還在更朝中國有利的方向 在發展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東盟會做什麼選擇 大家應該心裡很清楚 我相信美國也很清楚 中國也很清楚 所以我前面的分析是我也很清楚 所以在這個地方對美國來講 是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 一個挑戰的一個情勢 好 這是您對南海棋局的預測 那太平洋棋局呢 我們剛剛講這個邏輯呢 這個太平洋棋局在很大程度上 是看南中海棋局 而全球大棋局又很大程度上 看太平洋棋局 那麼太平洋棋局我們怎麼看呢 以我的觀察來講 就時間上來講 大概可以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是非常明確的 就從新中國1949年建立之後 到2000年 大概算告一個段落吧 大概有50年時間 這個50年時間在南中海 基本上是美國絕對主導嘛 美國不但是南中海 美國在整個太平洋 基本上就是它的內海吧 所以這個階段 1949年到2000年 我們不妨稱之為 是太平洋 就是美國的大內海時代 沒有任何懸念 也沒有任何質疑 質疑也沒用 這就是第一個階段 那進入到新的世紀 2001年之後 這一個階段有沒有變化 2001年之後 就比較貼近 我們剛才所講的形勢了 中國跟美國在西太平洋 開始出現正面的博疑了 那麼在西太平洋 出現正面博疑中 又有兩個關鍵的地方 一個就是台海 一個就是今天 我們特別關注的 南中海 那麼照我剛才前面的分析 目前的南中海的形勢也好 台海呢 我們過去分析多了 但我們今天不是重點 不管是台海還是南海 尤其是南海 現在這個形勢跟十年前 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所以對美國來講 是漸漸處在一個不利的形勢 對中國來講 是漸漸走向一個有利的形勢 好 於是我們可以大膽的預測 比方說在2020今年 或者再過五年 或者再過十年 沒有人說得準 但我認為不會太久 比方就說2030年吧 南中海的形勢塵埃落定了 台海的形勢塵埃落定了 那美國唯一的選擇 就是慢慢地撤出第一島鏈 那麼這個時間出來了以後 那這個階段就告一個段落 所以第二個階段 太平洋齊局的第二個階段 似乎美國什麼時候 撤出第一島鏈而定 而我認為判斷的時間 為期不遠 2025或者2030 當南中海跟台海的形勢 明朗了之後 那203年以後的形勢 又會如何變化呢 更多消息 更多相關的分析 我們評說新語見 歡迎回到《視頻大財經》 時間 今天評說新語談什麼 今天題目叫《太平洋有多大》 這個題目大家一聽就知道 它是一個地理學的概念 由地理學來答覆就可以了 但我們今天談的是一個 政治 經濟跟戰略上的概念 太平洋有多大 來聽聽我來怎麼分析 我們剛剛講 中美太平洋齊局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最清楚 1949到2000年 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很清楚說 太平洋就是一個美國的內海時代 但這個內海時代 基本上到2000年 算是高一個段落 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 2020年或者再過5年或者10年 我預期美國有可能會從 南中國海或台海 往後撤到第二島鏈 那麼這個趨勢呢 在我看來已經非常明朗了 至於時間我倒沒辦法把握 如果這個階段出現 那麼在2025或者2030年 就是第二個階段 高一個段落 那麼這下去 有可能還會第三個階段的開始 第三個階段就是我預期 美國還不排除有可能 他把他的實力 再從關島第二島鏈 撤退到第三島鏈的夏威夷去 您這形勢判斷有沒有依據 我注意到美國跟日本 實際上現在已經形成一個戰略默契 美國幾年前就跟日本商量 如果西太平洋發生軍衝突的話 那就是第一線 這是第一條 那第二 美國已經把琉球的重兵 往後撤到關島 甚至撤後到達爾文港 就是澳大利亞 那麼不僅如此 美國在奧巴馬時代 還曾經花重金 100多億美元打造關島 作為最強的軍事基地 可是還不到10年 特朗普上來以後又花200億 其中有80億要打造關島 那這個時候已經不是原來那個目的 而是要分散關島基地 我講這些數據呢 基本上就告訴大家 美國其實已經在做好一個 先前的部署 在準備再做進一步的後撤 當然時間點我們沒辦法把握 是不是這樣一個結果 有時間來給答案 那麼如果是真的往後撤到 第三島鏈去的話 這就是我們中國的那句話 太平洋足夠大 融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的意思了 視頻大家也希望你喜歡 下周同學生再會 下周又來 這個原因 請大家